快递无人车被卡在减速丘中央 动弹不得 还得靠路人助一臂之力 中国大陆无人车应用越来越广 状况也随之而来 今年五月中旬 大陆网络科技巨破百度集团 才刚发布第六代无人车 罗坡快跑宣告上千辆无人车 在武汉进行实测 不过可能技术尚未成熟 频频被民众投诉 经常有罗坡快跑的车辆 绿灯时停住不动 红灯却冲到路中央 有的是违规路边停车载客 有的会在转弯时卡住动不了 状况百出 从以前偶尔还会犯错的菜脑子 成长为具有1亿公里 驾驶经验的安全靠谱好事情 号称克服了武汉的复杂道路场景 驾驶安全性高于人类驾驶10倍以上 安全度甚至直逼国产飞机C919 原本百度喊出 2023年有3000辆罗坡快跑 能拓展至全中国30座城市 但截至去年11月 只有800辆在11座城市运营 理想和现实存在落差 比如说这个初点经营 战导堆伍 尾上停车 它会自动的给它形成一个抓拍 然后进行一个升官的提醒 杭州市街道也有一台无人车 内建的高像素镜头 能在巡逻时拍摄各种违规案件 在上传后台 由联情中心研判 并指派远警到现场劝导或开单 中国大陆无人车应用场景 扩及街道巡逻 物流快递和网约车等等 技术层面还有精进空间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